中国引进的欧洲电流集气垫登陆艇一直是受人关注,谈及有关情况时,许多人喜欢谈及乌克兰,不断夸大其功劳,甚至叫喊不可替代之类的话,如此言论有点过了,这些掩盖事实了,咋就只说引进媒体国产,有意义而不谈,还是压根不知道呢? 也许很多人会想到,我们在气垫船技术这一领域走在世界前列,为最早从事消关技术研发的国家之一,按通常的书吧,气垫船技术在1953年时,由英国提出技术理论,随后于1959年建成世界上第一艘气垫船,其实在同一年,我们也研发了一款大号33的气垫试验品, 驶航时间还要早上几天,故而可能为全球第一款投入驶航的气垫船,这是中国最默默闻的世界第一,上世纪六十年代起,国产气垫船获得7XX的研发项目代号,先后研发了多款气垫船,现役的726型登陆艇为最新型号, 但不是第一款投入驶船的型号,而是724型轻型气垫登陆艇,中国在气垫船技术领域的研究探索相当多的,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测试工作, 国产气垫船在六十年前即成功问世,却之间无人知,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太过低调, 在有限的报道中,往往将其归类为基础研究项目,或者民用产品,即便我们保持低调,也无法否认,我们在这一领域,走到了世界前列的现实,只是受限于自己的技术技术能力,在实践中暴露许多问题,我们一直没能够拿出一款让军方满意的型号, 其实是军方一直为没有给予列装,而是要求不断改进,如果放到其他国家,比如,印度,也许早在多少年前就批量装备了, 说实话,卧军的气垫船技术的要求相当高,甚至有点苛刻了,比如,早期试验艇曾经试验过使用航空发动机, 海军方面缺一件艇部队,没有航空燃油空硬碗油,提出一件,幸好通过不断的试验,我们很快就意识到,无论是汽油机,还是材油机都无法满足于气垫船的要求,必须要带过滤发动机,最终选择了燃气轮机,结果成了一个困扰我们多时的问题,直到今年以来,随着国产燃气轮机技术的进步,我们才解决了马, 开始批量生产726型登陆艇,其性能实际比国外的同类产品更加先进,相当一流的表现了,如今信息的公开,让我们明白,中国在技术领域,从不缺乏它所精神,在许多方面都相当高,即便受限于多个方面条件,成果不比别人好什么,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被别人真正甩开过, 在某些领域更处于领先地位,我们可以承认在许多地方不及西方,但不等于,只有别人的东西才是最好的,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,早成为历史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